但有机制符号的俄罗斯坦克行驶在道路上 突然被乌军亚苏银轰到西巴兰 无二战争第22天最新战报再次传来好消息 乌克兰国防部称在东部地区有所斩获 俄罗斯第36集团军人员和装备损失惨重 被迫转攻为首 甚至还得召集预备役来填补战力缺口 只是各地烽火还没停息 左边12层楼高的大厦被炸出白色火球 接着不到一分钟 右边9层楼高的建筑也冒出一团黑烟 进入宵禁后的基辅依旧不得安宁 17号清晨又有民宅被恶军轰炸 许多民众还在睡梦中 就被消防员从断圆残壁中救出 回过时发现家已经没了 而来到西北部苏梅 红色屋顶的火车站周围原本绿意盎然 但俄军扫过现场 全变成一滩土堆 东南部玛利乌波尔 剧院前后地面 明明已经特别用俄文写着儿童字样 要防止被攻击 没想到俄军还是照样空头炸弹 导致躲在室内的1200人生死未捕 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指控 俄罗斯犯下战争罪 而克里姆林公则痛批 拜登的说法不容原谅 普京退国通通都是乌克兰的错 但也不忘和基辅谈条件 先前被绑架的梅利托波尔市长 和9名沦为战俘的俄军交换后 终于重获自由 英国金融时报声称 乌俄停货协议草稿已经出炉 罗列的15个条件 却被乌克兰方面否认 但草稿中俄罗斯坚持乌克兰 不可以加入北约 乌克兰似乎已经倾向同意 看来双方和谈是朝正面方向迈进 金星为叶顺兴 吴洛云蔡球曼报道 吴洛云蔡球曼报道